哈啰 弟兄姊妹 大家平安 欢迎弟兄姊妹再次来到线上 一起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 很高兴在这里再次见到大家 在一个MCO期间 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们鼓励在这个MCO期间 多多透过我们的电话 可以问候和我们身边的朋友 家人和教会的弟兄姊妹 我们可以透过电话 好像一个太阳花一样 温暖别人的心 可以透过电话问候和关心 让别人感受到 好像不是一个人在面对这个困难 好了 现在我们要预备心 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敬拜的环节 我们欢迎我们的敬拜团 鼎姊妹 主内平安 有平安就说Amen Amen Hallelujah 我们的主耶稣 他真的很爱我们 他为我们钉十架 为我们写明 他还呼召我们成为他的满徒 那我们是否要试试来 敬拜我们的主耶稣呢 是的 我们是怎样来赞名主耶稣呢 怎样啊 Hallelujah 没错啦 就是Hallelujah 我们一起来赞名我们的主耶稣 我们尽心尽识 尽意尽力 这样来赞名我们的主 Hallelujah Hallelujah 我们的主耶稣 我要尽心尽性来 敬拜我主 哪有仰师过来赞名他 我要尽心尽性来 敬拜我主 哪有天天赞名他 人我的神 是伟大的神 他赔首极大赞美 人我的神 斯伟大的神 我要尽力来赞美他 我要尊心尊心 来敬拜我主 我要肉丝过来赞美他 我要尊心尊心 来敬拜我主 我要天天赞美他 人我的神 斯伟大的神 他赔首极大赞美 人我的神 斯伟大的神 我要尽力来赞美他 我要尊心尊心 来敬拜我主 我要肉丝过来赞美他 我要尊心尊心 来敬拜我主 我要天天赞美他 人我的神 斯伟大的神 他赔首极大赞美他 人我的神 斯伟大的神 他赔首极大赞美他 人我的神 斯伟大的神 我要尊心尊心 来敬拜他 人我的神 斯伟大的神 人我的神 斯伟大的神 他本首极大赞美 人我的神是伟大的神 我有尽力来赞美的弹 我们再次宣告 人我的神是伟大的神 他本首极大赞美 人我的神是伟大的神 我有尽力来赞美的弹 我们再次宣告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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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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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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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um 耶稣 我的主 我的主 满王志王 满主自主 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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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茉茵 Halleluja Motessa Motessa Tänmene Tänmene Hallelu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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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哈利路亚 赞美耶稣 祢奉得一切的赞美 哈利路亚 祢奉得一切的赞美 哈利路亚 我们一切的众生 我们一切的敬拜都归于祢 哈利路亚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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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赞美祢 我们要歌奏祢的名 我们要宣扬祢的名 哈利路亚 主啊 主啊 我们赞美祢直到永远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主啊 我们感谢祢 呼召我们 成为祢的义女 哈利路亚 成为祢的门徒 主啊 这个是 何等大的恩典 哈利路亚 主啊 我们感谢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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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次是祢爱的状态 至于受祢内闷感激 人你的人的温暴 我再次是祢的人 我再次是祢爱的状态 至于受祢内闷感激 人你的人的温暴 感激耶稣 耶稣 耶稣 感激耶稣 现在我活在世 只能有你人会 我又再每次都永远 感激耶稣 耶稣 耶稣 感激耶稣 我再次是你爱的状态 耶稣 耶稣 感激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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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感激耶稣 现在我活在世 既然有你人会 我又再每次都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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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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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我们感激耶 祝我们感激耶 祝我们一切活出主的福祉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主要今今的祷告 是福祉耶稣的面图 阿们 阿们 多谢敬拜团带你 我们一起来敬拜 接下来是我们敬拜最高峰的时间 就是奉献 以上是教会银行付口的资料 回款之后可以将收据寄网以上的网址 和在里面注明 奉献性质和所属堂会 接下来是马可之家奉献的报告 以上的银行付口资料 是马可之家独立的银行付口 请有感动的弟兄姊妹 可以将你的奉献回款到以上的银行付口 回款之后可以将这个数据寄网以上的网址 接下来是报告主日崇拜的时间 铁语堂是星期日的10点到11点半 中文童是星期日的11点半到1点 儿童主日学是星期日的10点到11点 神土的时间是星期一至星期六的6点半到7点半 而晚兔的时间是每逢星期二晚上8点半到9点半 下个星期开始我们的晚兔将会在线上进不进行 感谢我们的幸福小组进入第六周 感谢我们在MCO的期间 我们还可以透过幸福小组来传福音 接下来6月20号和27号是我们教会名人广座的时间 我们可以一起邀请我们的Best 你一起参加 7月4号是我们欢庆主日的时间 我们也可以带着我们的热情 欢迎我们的Best 接下来是我们的见证分享时间 我们邀请我们今个星期的见证分享 是美珠师母我们欢迎 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很感恩 有机会在这里与大家见面 分享做喜福小组的一些心得 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说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以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弟兄姐妹你念过这段经文吗 你信主多久了 你带领了几人信主 你满意你现在属于的状况吗 如果今天你要离开这个世界 你拿什么建筑 问一下自己 你还了福音的债吗 弟兄姐妹 其实这些问题一直都环绕在我的脑海里 因为我知道 但我没做到 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去做 心里很纠结 以前我的服饰就是探访 偶尔传福音 都是蜻蜓点水而已 做了就算 也没有将全部的人带去教会 或者是继续跟进 我只能说交给主带领 最多有时候打个电话去问候一下而已 其实这样子做是不够的 但是自己又无为能力 心有疑而力不足 灰心了 为什么会灰心呢 因为没有一个方法 没有同工 没有一个策略 所以就没办法聚细的前进了 弟兄姐妹 你是不是和我一样 找不到一条出路呢 一直到幸福小组的出现 我现在看到了一线熟光 不 应该说我看到了整个的日出 做幸福小组容易吗 我相信 有做着幸福小组的 你和我都是面对同样的问题 两年前 我就开始做幸福小组了 最大的问题是 怎么找bass 哪里找啊 这是很痛痛的 我们一开始都是在没说中 如果你叫我去准备食物 带游戏 分享啊 都没有问题 问题是 我要邀请谁来啊 我怎么可以邀请到bass呢 相信是每一个幸福小组的 福长和同工 都有这样同样的问题 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首先 同工们的同心 合一祷告是很重要的 每一次的幸福小组 还没有开跑之前 我们几位同工都很积极 每一个星期一次 我们都会为 办整个幸福小组来祷告 从欢迎一直到 分享完毕的每一个程序 我们都横切祷告 当然 平时我们也要纪念 这个幸福小组的每一个程序 尤其是bass的名单 最后 我们就祷告 神良bass给我们 首先 在小组的聚会中 我们会鼓励主员们 要把他们将要邀请bass的名单 交给我们 然后我们就一个个的提名 为他们来祷告 求神感动他们来参加幸福小组 其实为了邀请bass 心里开始有压力了 我们无论是出门买菜 乘跑 见朋友 开吃 无时无刻都在想 主啊 你把水量给我啊 我要邀请谁啊 当然 我们跟神说了这些人的名单之后 就在比足了 很奇妙的 每一次我们如此做 我们都看到 每一届都有bass 被成功的邀请来 参加信主小组 不但如此 还有一部分的bass 都接受主耶稣 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 我很感恩 主耶稣 随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也跟主说 你良给我们的人 我们一定要 祷告到他们 对福音开放 甚至觉着信主 我们一定全心全意的 去代他们 他们 得不得着这个救恩 就是主你自己的职任的 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我们去年带过的bass 我们是没有放弃他们的 我们还是平时会 关心他们 用电话联络 到下一次的幸福小组 再开跑的时候 我们又再重新邀请他们 那么呢 去年因为疫情 RMCO 我们其实教会是 不赞成我们做实体的幸福小组的 无论如何 我们还是做了实体的幸福小组 当然这个是很危险的 我们都祷告求主保守 感谢主 我们还是带了带领了几个人 信主 今年因为疫情缘峻 你看看新闻每一天都有几次能确诊 政府就颁布了行管令3 就是MCO3 又不能实体了 这一次呢 同工们都没有平安了 我们就没有颁实体的幸福小组 当然还没有 还没有宣布MCO3之前 你知道我们怎么做吗 我们邀请BES去忙忙当喝茶 就是找露天的位置 OpenA的 我们选最角落 很少人群接触的地方 一次就请一个BES而已 就这样子我们连续做了三次 两个BES而已 感谢主 每一次见他们 我们都是分享上个星期 我们上课所学的信息 分享完了 然后我们就挑战BES做节制祷告 但是赢着这个MCO3 我们只做了三次的实体 刚才我提过的 我们去年带过的BES 这一次他接受主的也愿意受洗 第二次见他的时候呢 他就把他身上所带的福 拿出来给我们处理了 接下来 本来我们还是要带第三位的 但是因为行管令三已经开始了 我们没有办法在爷爷见面 同工们就用电话来联络 因为这个BES他也不懂怎么用Zoom 所以我们没办法用Zoom来做幸福小组 成福音就变成有难度了 所以第二个的难度就是 我们所接触的都是中年人 中年人呢 大部分都不懂得用Zoom 他们喜欢实体的 因为实体的话可以面对面 大家一起沟通 而且呢 我们还可以为他们祷告 也知道他们的状况 最后我要感谢神 两点我最好的同工 他们就是Irene Simon 和最近刚加入的Gillian姐妹 我们这几位同工呢 都能够同心合一 同感一个灵 一起兴旺福音 我们从来没有争承过的 也没有超过 因为大家知道要怎么去做 每一个人各从其辙 互相辅足 同工们还会主动打电话去联系 跟进新的和旧的BES 说实在的 做幸福小组 我还是向同工学习 我看到他们每一个人 有个别的优点 尤其是看到他们的分享 那种的恩高 感谢主 所以同工是很重要的 一起同心 感谢主 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 我们要起来做主的门徒 也要奉耶稣基督的名 要带领他们受洗 归入主的名 也要训练他们成为门徒 回应耶稣的呼召 听从姐妹 做幸福小组会面对 属灵的争战吗? 会的 但是我们知道 在我们里面的大国外面的 神与我们同在 虽然是有主力 虽然是有挑战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的神必保护我们 我们也还是咬紧牙根的 靠着他得胜 但是我们还是往着这个 福音的标杆直跑 不胆怯 我只求神加天 我们力量 带领我们往前走 最后 谢谢大家 神祝福 大家得人如得宜 大家加油 多谢美珠师母的见证分享 接下来 我们要欢迎我们的 Elder Andrew为我们分享信息 我们欢迎Elder Andrew 大兄姊妹早晨 感谢主我们来到周日了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遗消息 经文是罗马斯第一章 第十八到三章十二十节 大兄姊妹们 今天世界充满了负面的 遗消息 大自然的灾害 还有打仗 现在我们看到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打仗 还有责病 我们看到疫情 疫情很大的影响 我们的生活 现在很多时候 我们都受到疫情的影响 比如说今天 我们都是 不能够有实体的聚会 需要在这个线上 这是责病所带来的影响 还有经济不景等等 所以我们听到很多的遗消息 每一天我们打开报纸 我们都会看到很多的遗消息 这个责病 截失 家庭破碎 死亡等等 特别是这个疫情的时间 我们几乎每一天都会跟进 这个疫情的消息 平时也好 报章也好 三安机也好 我们或者是我们的这个 网络也好 我们的网络也好 我们都会跟进 我们的维生总监 这个Dansry Nohizam 的报告 每一天 跟我们报告这个疫情的走势 几多人死 几多人得到这个疫情 等等 这些每一天的遗消息 听到都是 这个是一个透明 一个及时的消息 来的 其实呢 我们这个消息 是会帮助到我们的 使得我们能够 及时做一个反应 对这个疫情的防范的心 是有加强的 这个是使得我们 不会有错失这个 时机来做一个防范 今天呢 也是没势 我们的耳朵 是不是这个 只喜欢听点 好听的话呢 是不是这样 这个诗篇呢 九十篇 第十节讲到 我们的年日呢 也是七十岁 若是强壮的 我们可以活到八十岁 所以在我们的人生路里面呢 我们需要圣经的好消息 来安慰 鼓励我们 给我们勇气 来走天路 也都需要圣经的好消息 使得我们人生 能够有时事的提醒 能够小心走走这个人生路 上个礼拜呢 我们讲到好消息 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七节 讲到神的正义呢 正在者福音显明出来 这以持本依信 以自信 而经常所记 以人不因信得身 有些教会呢 不公意讲到这个罪人 死后会落地獄 受这个永远的火来烧 这样的教导 是不喜欢讲的 有些教会 有些教会觉得 这些是违反圣经的真理 觉得耶稣是爱的 神是爱人的 是教人的 宽处人的 怎样会能够使到这个罪人落地獄呢 所以认为这样的说法 是违反圣经的 以为是这个不对的 但兄姊妹 我们知道 这样的说法 正是圣经明明告示我们的 不相信耶稣 是落地獄的 有这个永违的 所以有些教会呢 常常喜欢讲 上帝的爱 上帝的慈爱 无可否认的这个时代 我们需要讲及耶稣的福音 耶稣的爱 使我们能够在这个 充满挑战的这个世界里面 能够有力量 能够有信心 能够有安慰 能够有鼓励 能够继续走 因为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慈爱 但是在圣经里面 神不单单是讲到这个慈爱的属性 神都是有这个公义 有这个联敏施恩典 也都是圣结愤怒的一位神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读的圣经的本本 是这样告示我们的 所以今天的主题是 外消息 讲到罗马3大1将第18节 原来神的愤怒 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敬不义的人身上 就是那些行不义的人 抵挡真意的人 所以这里讲到神的愤怒 显明在一切不敬不义的人身上 抵挡真理的人身上 所以我们看到圣经教导 无论我们是犹太人 或者是外邦人 或者是普世的全部人类 我们都陷入这个罪的光景里面 阿伯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今天早晨你 带你我们来继续进入你的真理 主啊主啊你胜利向我们说话 好叫我们能够明白 主啊主啊你向我们说的说话 主啊主啊你将你的真理向我们说明 我们就得益处得帮助 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为消息 讲到第一点 是讲到神的愤怒 向人不断的显明 罗马书第1章第18节 讲到原来神的愤怒 原来神的愤怒对着一个充满贪人 这个拜扰像 抵挡神 不献成不易的一个世代里面 教会怎么能够不分享神的愤怒呢 教会的广台怎么能够不讲神的审判呢 在这个圣经里面很多的经文都讲到 我们所相信的神是慈爱的神 我们所相信的神是公义的神 我们所相信的神可以是一个愤怒 思审困的神 我们看这个教育 然后书1章第2到第6节 约华是忌邪施暴的神 约华施暴大有愤怒 向他的敌人施暴 向他的仇敌怀怒 约华不轻易发怒 大有能力 万不已有罪的为无罪 他发愤恨 谁能立得住呢 他发烈怒 谁能当得起呢 他的愤怒如火倾倒 磐石因他崩裂 三有病呢 讲到那个 三病的神呢 还烦恼的神呢 还烦恼的神呢 我得抬起 彼得后书3章第7节 只留到那不经前之人 受审判遭成人之子 用火浑烧 犹大书第1章第7节 随从逆性的信义 就受勇火的刑罚 凯喜罗大陆将第16节 向山河言时说 倒在我们身上吧 把我们藏起来 躲避做宝座 做的面容和 交人的愤怒 第二点 讲及到神的烦恼 因人的罪引起的 罗马书第1章第18节 那里讲到 原来神的烦恼 是从天上显明在一切 不潜性不移的人身上 就是那些行不移 抵挡真理的人 这里讲到 显明在天上 显明在一切 不潜性不移的人 显明这个字呢 是现在式的 是表示神的烦恼 是不断不断的 向人将险 向人发出的 使人能够明白到 神是对这个罪恶 是有烦恼的 是对这个不公义的事 有烦恼的 所以我们看到神的烦恼 会临到哪一种人 这里这个经节 就讲到三种人 有三种人 会受到神的烦恼的临动 第一种是不见诚的人 第二种是不愿意的 第三种是抵挡真理的 就是这个圣经里面 多处讲及到 我们的神是公义的 是圣洁的 是慈爱的 在救药里面 我们也记得有两座城 一个傻多 和鹅摩 这两座城 因为在里面很犯罪 犯金人 还有同性恋等等 所以神将这两座城 降下天上的火 来烧气 透过流氓 来灭这两座城 我们看到教育里面 神是表现出气 是公义的 是愤怒的神 在新约 我们看到耶稣 进入圣殿的时候 看到那些人 在里面做生意 买卖 欺骗这些穷人等等的 生意活动 欺骗的活动 所以耶稣很生气 耶稣就 推起那些卖卖的桌 来管他们出气 用鞭来打他们 所以这些看到 神是一个愤怒的神 所以无论是生意 或者是教育 都是一样 给我们圣经 给我们看到 我们的神 是对着犯罪的事件 是有愤怒的 是有公义的 是也是慈爱的神 神的愤怒 因人的罪 而起 罗马书第一章 第十九诀 神的事情 人所能知道的 也显明在人心里 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 这里讲到人的心 因为心灵 有形式神的本能 人和动物不同 动物就没有 敬拜的需要 动物也不会 跪在那里 尋求神 敬拜神 他们没有 敬拜的需要 但人也会有 敬拜神的需要 而人呢 无论是先进国家 或是发展中国家 或是在陆口 人都会 尋求神 敬拜 以来 认识神的本能 我们从来 没有看过狗 猫 猫 猫 拿香来拜神的模 动物 没有灵 所以 不会有 敬拜神的需要 而人呢 我们有肉体 有魂 魂 魂是我们的思想意志 等等 我们里面 还有一个地方 是被灵住的 所以我们有 灵魂体 灵魂体 这三个部分 所以我们人呢 我们有一个 要认识神的本能 就是一个城市 这个村长想 他们想 那些人呢 能够 进入这个 武神主义 他就想宣扬这个 科学的武神主义 觉得这个 信仰呢 是比较科学的 那么他就请了三个博士 第一个博士呢 就是天文的博士 就向来就说 我这个 做这个天文的研究 二十几年了 我在这个天文台 用这个 亡眼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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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几年了 我从来都没见过有神啊 神的影子都没见过 所以没有神的 这个世界上 那些人听了呢 很高兴啊 哇 拍手掌啊 很兴奋啊 真是 真是很兴奋啊 原来 科学精神 是没有 不存在的 第二个医生呢 这个博士呢 就是医生来的 是一个医学博士来的 就是商台说 我帮你开刀啊 开这个肚子呢 开脑呢 开心呢 不知道开了几十年了 我从来没看过这个 这个开刀的地方啊 有看到这个灵魂 人是没有灵魂的 所以呢 就不需要相信这个灵魂的事 人死了就死了的了 这个人听了呢 那些群众听了 哇 拍手掌啊 原来这个 这个医学专家 这个医学专家 都认同啊 人是没有灵魂的 这个第三个呢 博士呢 就是一个文学的博士 在一个基障里 起来说 哇 我这个一生人 都读了千千万万的这个书啊 这个古代的书 都读了了 现在的 都读了 我从来没在这个书里面呢 是看到呢 是讲及到死后有盼望 就是人呢 死了呢 是没有的 从来没看过一本书里 说人死后有任何的审判等等的 那么这个主持人呢 就向这个观众问 你们当中呢 有哪个人呢 不明白的 可以问东西的 可以问 或者是不服的 或者是不同意的 可以来说一下 等很久 没人上来 似乎这些博士身为说的 都挺好 没流动 谁不知 无机会 就一个老太婆就走上来 老太婆呢 就向这个天文博士就说 天文博士先生 你用这个望远镜 望太空 望了二十多年 那么你有见过风没有啊 风的形象是什么呢 是长形呢 是这个什么形象 有四方呢 那么博士就说 风呢 风就没有看到 这个望远镜 没有看到 那么这个老人家就回答了 那么你 你望远镜 没有看到风呢 你怎么知道世界有风呢 那么这个博士呢 就口咬咬 就得不到 继续呢 他就对着第二位了 第二位是这个医学的 博士呢 这个老太太就问起了 啊 医生医生 你想你爱你的太太吗 那么医生就说 我爱 我爱过太太 那么这个老太太 说 好啊 那么你可以借你的 那把开刀的刀 给我看 做什么呢 因为我想开你的肚啊 开你的脑啊 开你的脑啊 开你的心啊 拆开来看看 你这个爱呢 爱太太的爱呢 有没有什么别呢 你证实一下 你真是爱你的太太呢 那么这个博士呢 他的脸就红了 因为他感觉到 没有能够回答 不知道怎么回答 这个老太太的 这个 这么有智慧的对答 那么这个老太婆呢 第三呢 就对着这个 这个女博士 跟这个女博士说 啊 你都很疯了 你又读过很多书了 很多那些古书 现在现代的书 你都读过了 但可惜你没有读过 这一本书 就叫做圣经的 圣经里面呢 明明写到 人人都会一死 死后又审判 信耶稣的人呢 又永生 不信的人 罪已经敌了 你别以为人死了 又一了百了 没有事啊 需要知道圣经讲 无论善恶的事呢 神都要审判 每一个人做的事都会被审判 你可惜了 你没有读过圣经 你需要读圣经 所以这个故事呢 告诉我们呢 人呢 在神的事件呢 是能够明白神的 只要我们呢 靠着我们的良心 来观察 来思考 看这个第二集 看这个受造的文物呢 充满了这个常大的智慧 充满了 常大的脚印 充满了 常大的手指纹 所以 透过文物 这个事件呢 我们能够知道 有一位神 而这位神呢 是我们需要认识的 神的烦恼 会临到情欲败坏的人 罗马书第一章 第26到27节 因此 想认识他们方众可羞耻的情欲 以火攻心 彼此疼念 这里说到呢 神呢 的烦恼 会遇到这些情欲败坏的人 一切以自己的肉体 这个情欲 跟着肉体 情欲以行的 眼目情欲以行的 还有这个 甘生的嬌模呢 有三种东西呢 是我们上带 买我们做的 就是 肉体的情欲 不眼目的情欲 还有更生的嬌模 这三种东西呢 是上帝警告我们 没有掉落 这个情欲败坏的光景 所以 一切的情欲败坏的人呢 事件呢 行动呢 是神愤怒 难道的一个原因之一 所以当中呢 这个圣经讲到 当这个女性和女性 男性和男性 做些可耻的事件 在这个身上呢 会得到报应的 所以我们今天都想到 还有很多的爱滋病啊等等 都是因为这个白痴有败坏的事件 已产生的神的烦恼的将险之一 神的烦恼也都是会难道三思败坏的人 罗马书第一章第28到29节 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 神就任凭他们存邪癖的心 行那些不合理的事 装满了各样不易 邪恶 贪婉 恶毒 万兴师妒忌 凶杀 真净 鬼扎 独根 所以这里讲到 很多不同的三思败坏的罪 因为人有罪 所以我们呢 是和这个罪性 是有联养一起的 自然会有很多的罪 第二点 沙特魔鬼 都是我们叫我们失败的一个灵 是很狡猾的 是周北市放毒剑 射在我们的三思里面 他很喜欢被人陷入这个嬌无的三思里面 很多时候我们想东西 我们突然间有些思想进来了 我们就觉得 我们想通了些东西 我们就分享出来 人家都觉得 哇! 你的思想 这个说法 真是一流 真是有智慧的人 小心啊! 我们的智慧 来自神 或者是 来自 自己 老我 或者是 来自这个沙特魔鬼 沙特魔鬼 有时 都会被人很多的 思想 很多的 点子 使得人 觉得自己好 因为 这个沙特 就爱我们 走入这个 嬌无的光景里面 因为嬌无的人 就是抵挡神 抵挡神的 谦卑 抵挡神的 所以 沙特魔鬼 会被人 随时含用这个嬌无 让你觉得 你很厉害 觉得很厉害 觉得很了不起 人人都很尊敬你 很看高你 等等 所以 这个嬌无 嬌无 就 刚刚中了 魔鬼沙特的毒剑 第二点 魔鬼沙特 就很喜欢 他会放些毒剑 使得你 和人家 有 有不和 这个 这是很多时候 会使用的招数 例如 你和童工一齐 服侍 做幸福小组 他就会 进入生命的破口 我们生命有不结成的 有破口的地方 就中了这个魔鬼的毒剑 射进来 他就会帮你 说 你看你看 这个童工 都不尊重你 取笑你 所以他会 搞到童工们 不和 还有 在家庭中 他都会 跳拨离间 使得夫妻 和丈夫 和父母 和子女 不和 他会 跟你说 你看看 你的儿女 这样 你的儿女的思想 别有破口 有怨恙 比起射的毒剑 进入 你看你爸爸 你看你的妈妈 如何控制你 他在挑拨离间 使得人 含入这个纷争 里面 分裂 没有和平 没有合一 所以 教会合一是很重要的 教会合一 是抵挡魔鬼撒旦的方法 在圣灵里面 似我们的合一生 合一的 谦卑的生命 教会里面 爱有谦卑 能够使得我们 能够合一 来一切服侍神 叫神的名 得荣耀 不是我们 含入这个嬌慕 不是含入这个 竞争里面 使得这个魔鬼 很高兴 因为他的毒剑成功 射到我们 所以我们需要 如何来保护自己 我们需要耶稣的 补协来遮盖我们 我们需要 带上耶稣的 救恩的头 这个 头盔 我们每张 我们的三思念念 暴露在这个 撒旦里面 这个比起体 使得 能够用 毒剑射 射中 我们的三思念念 我们也 用这个 信心的 灯牌 信心的灯牌 抵挡魔鬼一切的 毒剑 火剑 我们也都可以透过神一道 用神一道 用神一道 能够 借助水 把教会洗 洁净 使得我们能够 成为洁净的 这个教会 Amen 罗马书第一章 第三十到三十二节 这里讲到 很多的罪 很多人败坏的罪 讲人家 唯话 恨神 自夸 违背父母 母子 背欲 母亲情 不乱说人 等等 这些是罪来的 这些是说到 人的败坏 所以 这些罪 都能够使得 神的愤怒 因为神是公义的 神是圣洁的 神的愤怒 会临到一切行为 败坏的人 神的愤怒 借助耶稣以免起 Hallelujah 感谢主 我们再看神的愤怒 心都很沉 我们都想 哎呀 我们的人生出路在哪里 感谢神 这一大三点 就是我们人的出路 就是说到神的愤怒里面 我们怎样能够有出路 就是借助耶稣基督 借助十字架 能够有一条出路 感谢主 罗马书第五章 第八到第十字架 讲到什么 讲到 唯有基督在我们 在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使 神的爱 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 现在我们只靠着祂的学生意 便更要借着祂免起神的愤怒 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 且借着神儿子的事 得以神和好 之以和好 就更要因祂生得救 哈利路亚 感谢主 我们在这几次的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 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 我们和神是敌对的 我们是神忍中的愤怒的人 但是神有没有人 凭我们自生自灭 不理我们 有没有被我们 面对审判 死了 有没有 任我们 不能教 没有啊 神爱我们 神没有这样 神主动的妻子 耶稣基督 来到这个世上 向十字架 为什么向十字架 为了我们的罪 为了我们的罪 我们还同意 做仇人的时候 祂都爱我们了 祂都不记仇了 祂都爱我们了 我们感谢主 这个是神的大爱 在我们同意做敌人的时候 祂就愿意为我们的罪 我们被附在这个十字架 死在十字架 我们是不配的 我们来到神的这个救恩的面前 不是我们配 而是神耶稣基督的爱 就是十字架所成就的爱 邀请我们 我们还同意不适合的牙脑 但是神说 母忠君 你来吧 你来吧 你接受我十字架的爱 我已经预备这个礼物给你了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的神是主动的 主动来寻求我们的杀人 今天我们在幸福小组 我们的大兄姊妹 我们的教会都是积极的 来主动的出气 来寻求这个需要救恩的人 带你们来认识耶稣基督 我们感谢神 这个是神的榜药 这个是神爱的榜药 感谢主 不是我们配得 不是我们这个朋友 所以配得耶稣的救恩 配得我们的邀请 甚至是我们 和我们牙脑 看不起我们的人 他们的福音的债 都是我们欠的 我们需要来帮助他们 以耶稣的爱来邀请他们 和善和好 认识耶稣 接受福音的 所以今天耶稣基督 一样我们将这个礼物 给我们当中的一切的朋友 如果我们当中有朋友 未认识耶稣的 未接受耶稣的 今天耶稣基督 我将其十字架 所成就的这个教属礼物 送给你 透过教会 我送给你 虽然你可能不认识耶稣 或者你也是 对这个教会 有很多不满意 但是无论这个 神所成就的这个教属礼物 是一个爱的邀请 邀请你来 你领受这个礼物 这个礼物也是我给你的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是一个机会 来匯尊向神 来认识祂的教属 接受祂的教属 感谢主 今天我们看了 第一是说到神的烦恼 不断的向人显明 我们看到我们的周围 是充满了神的烦恼的迹象 我们的COVID-19 我们的疫情 不是咬完的 我们这个打仗的事件 不是咬完发生的 是有神的烦恼在里面的 神的烦恼是彰显给我们 提醒我们 不是爱我们死 不是我们灭亡 而是透过这个烦恼的彰显 神的爱会带出来 就希望我们能够悔改 形式起 神的烦恼 第二点是说到 神的烦恼 因人的罪而起 这个神的烦恼 不是神的错 不是神挑拨起来的 而是人的罪 人的拒绝神 跟不会气形式 不堅情 不堅情的人 不行义的人 我们在思想上 我们言议上 我们的心思意念 我们都犯了罪 我们抵挡住 我们嬌慕 我们来拒绝神 这些罪使得我们的神 公义的神 聖血的神 是很愤怒的 所以第三点是我们的安慰 我们看到这个神的愤怒 这么严重 我们有什么出路 感谢主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的 为作我们的死 就是一条 一条新路 一条路 给我们有出路 在这个神的烦恼里面 神主动的 来到世界 道性欲生 道性欲生 来拯救我们 我们看到神在烦恼当中 不是任得我们死 任得我们没得救 不是的 就是愤怒当中 戏的慈爱 一样对着神的儿女 对着我们的人 是有主意有行动的 感谢赞美主 神是爱我们每一个人的 今天是我们来亲近戏的时候 这里我又分享一个见证 说到我爸爸 我爸爸在这个 1980多年初 有一个很大的怀消息 这个怀消息 说及我爸爸的神 就不好了 我怀了 这个家庭就 达到很大的怀消息 这个怀消息 真是很厉害 几乎把我们打散 因为我们家庭唯一的 经济来源 是我爸爸 因为工资人多 千零元 但是我依这个神病 当时是三四千架 每一个月 心四千架 哪里拿呢 没可能 那么如果不去医院 做这个治疗 就会死 如果爸爸 如果不想 整个家庭的经济 怎么好呢 所以我们 就非常难过 这是很大的怀消息 真是很大的怀消息 对我们家庭来说 这样呢 很多时候 很多晚上 我爸爸和妈妈都不能够睡 都是想到 哎呀 怎么好呢 这个消息 这个神会怀了 怎样好呢 我们经济 怎样好呢 我们小弟哥 怎样好呢 还在读书呢 一堆的小弟哥 怎样好呢 以后生活怎样 等等 所以我妈妈都去问 神灵 神灵 这个丈夫 过不了一年了 人的尽头 就是神的开头 神透过这个苦能怀的消息 减选我们一家人 我们一家人在这个痛苦里面 对着生命 就开始有反省 开始能够愿意来开放生 来聆听其他的信用 当我爸爸在找头无路的时候 他来到一个鸡殿教会的人 来探访他的时候 他就愿意打开心房 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教主 感谢主 我们的爸爸 就接受了耶稣基督的信用 再接受了耶稣 没多久呢 就大病了 这个神发作了 中毒了 就被送入这个马帝医院 可能家人会开始来笑 看信了耶稣 就这么坏了 信了耶稣 就急救了 就爱气了 爱爱过身了 你看中毒了 但是呢 只不知呢 上帝的智慧 高过人的智慧 上帝的智慧 能够透过 把爸爸在乡下 带到马帝医院 接受这个治疗的时候 我们乘间就搬到 巴达林 爸爸在治疗之后 就开始了教会生活 就是小祖生活 在CBC就开始了教会生活 他的信仰人生就开始了 感谢主 在这个教会的栽培里面 能够稳定的读经 稳定的祷告 甚至是为了未信的家人来祈祷 感谢主 赞美主 一汉福音第10章第10集 道者无非要偷窃 杀害毁坏 我耶稣来了 要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弟兄姊妹 这一节经文 是非常我喜欢的经文 说到黑暗的势力 刀子 刀子就是撒旦魔鬼 欺利是爱偷窃 杀害毁坏 毁坏 毁坏我们的东西 杀害 偷我们的东西 但是我们很相信 我们看到很多 其他外面的人 甚至是我们的朋友 亲戚朋友们 他们未能认识耶稣的 他们将这个小偷 接回家 来拜 很多他们拜 不是这个偶像 他们这个偶像 圣经国是小偷 是杀人的人 是破坏的人 打开报纸 我们都看到很多 很多家庭破碎 关系破碎 即场的关系 在这个家庭的破坏 这个关系破坏很厉害 兄姐妹 朋友们 我爸爸和我家庭 经历的 曾经经历了一个非常坏的消息 爸爸会 这个 神病 会需要医治 没有钱就会死 这个家庭 就陷入这个非常之沮丧 没有盼望的一个光景 第二 因为这个福音的缘故 我爸爸愿意拿开这个心 用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做器的过瘾教主 这个唯消息 唯的状况 变成了好消息 我们感谢主 神已经不断将气的烦恼 将险在这个世界上 你看我们的COVID-19 疫情 还有打仗的声音 还有经济的问题 等等 我们看到 这些事情都不是咬眼发生的 这些是上帝的烦恼 烦恼在哪里 在不认识气 不顺服气 不认气 我们是抵挡气的人的这个世界 我们人呢 是做了很多很多不正的事情 抵挡上帝 使上帝很愤怒 上帝的这个审判 上帝的这个火狐流浪 永远的审判是真的 也都会实行的 耶稣基督流血舍身 把我们将这个神的愤怒中教出来 这件福音呢 这个好消息也是真的 今天我听到很多消息 我们很可能分真真假假 但是这两件事呢 是千真物 是圣经很正确的和我们说明的 上帝的审判 上帝的怀怒是真的 所以我们也有眼睛看到的 这个世界上发生了很多事情 而上帝耶稣基督流血舍身 教属的因点也是真的 我们看到很多人的生命 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 改变 经历改变 这个改变 没有人可以否认 强盗变传道 有一个如何吸毒的人 如何成为一个重生的人 一个难道的人 争了很多很多 如何在这个 为消息里面 进入这个新的消息里面 好的消息里面 恩在一个人 耶稣基督的教授 所以我们看到 今天我们听到 这一篇信息 不是咬完的 我们不要再冷淡 不要再困境 不要再来抵挡我们的上帝 我们上帝 我们上帝 爱我们每一个人的得救 所以我们就来到 你面前 你寻求你 你接受你这个教授 Amen 阿爸天父 感谢赞美你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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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 你的烦恼是真的 这些烦恼是临到一切不坚誠 不义的人 抵挡真理的人 主啊 主啊 这是世界的怀消息 这是世界抵挡神 接受神的人的怀消息 因为有这个地狱等着我们 主啊 主啊 靠你联盟 主啊 主啊 靠你对着我们的怀消息 使我们能够有警醒 使我们能够回转 主啊 知道在耶稣基督 唯消息都会变成好消息 主啊 主啊 你在这个唯消息当中 带出一条路 就是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 为我们流血写明 主啊 主啊 透过耶稣 我们能够有这个新的生命 新的盼望 新的希望 新的出路 主有感谢赞美你 今天 我们朋友没认识耶稣的 我们邀请我们朋友一起来 接受耶稣这位真神 主啊 主啊 我们感谢主 我们弟兄姊妹有冷落的 有冷淡的 有不爱主的 有抵挡真理的 主啊 今天我们需要回转 回转向你 主啊 主啊 我们说我们需要你 我们爱你 我们回应你的爱主啊 祝福我们以下时间 带来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祈祷 阿们 主啊 主啊 就是我们心中第一的胃困 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为止啦 联直祝福大家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2 3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